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行销在台湾 我是小台老师蔡慧婷 我们这一半要介绍的主题是 亚洲航空的企业策略 亚洲航空是有70年的经验 在经机还有民航机的维修保养经验的 专业航空企业维修公司 得过国际大奖 还有很多官方的肯定 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亚洲航空董事长特助洪建璞先生 我们先请从透支官大家问好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航空董事长特助洪建璞 亚航过去历史非常特别 有经营过民航机 有经营过军机 现在的业务范围有包含这些机种吗 还是有其他特殊的业务的机种吗 其实有一些机种是有跨代的 譬如说我们也有修直升机 直升机最早投入的时候 大概是在越战左右的时期 那那个时候在韩战跟越战的时候 亚太地区的军事维修 有很大的一个部分都是在台南做的 那越战很大量的使用的一个直升机 叫做UH-1H 那这个HUE直升机呢 一直到现在呢 还有在台湾继续使用 那这些在台湾所使用的这些直升机呢 亚航还有继续在承修的 那比如说有一个 也是很主要的一个叫做C13栋的这个运输机 从在这个时候的就已经在投入使用 一直到今天 台湾的空军还是有继续使用 也是亚航承接继续维修 这两年呢我们知道就是亚洲航空啊 它的经营团队还有董事长有换人 那我们可以请特助帮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你们这几年呢 你们新的经营团队 高阶团队 他们有什么样新的经营的方针还有理念 这两年多来有幸 吴董事长来亚洲航空 接了我们的经营团队 那董事长呢 他的背景是劳动部长 所以他一进公司呢 他就开始了展现了他的理念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要照顾我们公司的劳工 那他非常重视劳工的权益与福利 那再来呢也非常照顾劳工的发展 他要知道这些人呢在公司 未来呢有没有发展的空间 那有没有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工作的环境 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年也有拿到台南市的幸福企业 也是从他的这个理念所诞生的 那董事长进公司呢 那当然要如何去让所谓的工作同仁呢 有一个提升啊有一个进步 跟你的福利提升的机会呢 当然就是公司要成长 那公司要成长呢 董事长就布下了几个非常明确的策略 第一就是我们的军机要巩固 因为我们的军机呢 已经在台湾是占一个很大的比例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把军机的市场巩固下来 那我们在第二呢 去利用军机所诞生出来的这个营收 去发展我们的军机 那慢慢的呢 我们就可以把军机慢慢的也发展起来 让军机的市占率也越来越高 以军养民 对 以军养民 那刚刚说就是要以军养民这种方式 来做未来三年的策略的规划 那到底以军养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式 还有这个军机和民机的比重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占比 到了今年为止 大概我们的军机市场占了70到80%的公司总营收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机呢 其实大概是占20到30%的这个营收 那董事长他在上次发表会的时候说 我们未来的民机呢 要慢慢的爬到可以跟军机呈现50% 50%对等的营收 那从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挑战的任务 因为代表我们的民机的营收呢 要成长大概两三倍以上 所以董事长呢 他就在民机的这个发展上面 布下了一系列的策略 第一呢 当然我们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维修量要增加 所以我们现在呢 行销团队呢就开始布局数位行销 那也开始在不同的研讨会之间走动 拜访更多的客户那这是第一步 那当然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厂房 可以容纳的这个机队也是有限 所以之后呢 董事长呢也开始去布局新厂房的建设 我们在台湾呢 也会把一些空军的厂房呢 做第三方营运 所以可以让民航机去用空军的厂房做维修 那这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我们在台湾呢 也会在新建更多的厂房 去容纳更多的这个国外的飞机来修 为什么厂房很重要 因为很多的联航它在维修的时候呢 就是它在 譬如说飞寒暑假之前 它要进来维修 或者是圣诞节之前 它要进来维修 因为这个放假的时候 大家就坐飞机飞来飞去嘛 所以它要在飞机之前进来维修 所以每一个航空公司 它想要进来维修的时间 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我们的厂房的空间不够呢 就没办法容纳这么多飞机 譬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同时 在台南我们可以同时容纳 五台飞机做维修 那我们就希望未来可以同时容纳 十台飞机同时维修 那这个呢就是在厂房上面的投资 那再来呢 因为在亚洲地区呢 其实呢可以在更进一步的细分 譬如说东北亚市场 譬如说东南亚市场 那东北亚市场呢 就譬如说日本啊 韩国啊等等 这些是已开发国家 它的这个飞行产业呢 其实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它的机队 它机队的思考 它对维修的看法 是跟东南亚不太一样的 以东北亚而言呢 它的维修品质呢 譬如说日本 那日本我们心里面知道 它就是一个非常讲究严谨 非常需要品质的一个民族 所以它的思考呢 跟东南亚最近新兴的这些航空公司就不太一样 东南亚的航空市场其实也很大 因为为什么亚洲在未来的10到20年呢 是最大的这个飞机购买的地区呢 也是因为这些东南亚国家呢 它现在是开发中 它有人口红利 它有很多的人呢进入中产阶级 所以它的航空产业呢 也是一个大爆发 那东南亚的这些客户呢 它因为是一个新兴的航空产业 他们对于很多维修的看法呢 可能就跟东北亚不一样 所以以我们现在在台南厂呢 同时要维修东北亚的客户 跟同时维修东南亚的客户呢 就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所以在未来的三年内呢 董事长也有计划 在东南亚的国家选择来布局维修厂 譬如说印尼 譬如说越南 泰国等等的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当中 那如果有一个地点确认的话 亚航呢 就会在东南亚有一个新的维修厂出现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介绍有关更多 亚洲航空的行销策略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行销在台湾 因为亚洲航空公司今年刚上市 所以我们想要特别请教一下 洪特佐 在未来的几年 亚洲航空公司有什么特别的行销策略 或是一些企业方针 我们在未来三年的展望 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去思考 这个产业未来需要的是什么 以前亚航呢 因为我们维修了很多旧的飞机 其实在维修产业来讲 越旧的飞机在维修上是越赚钱了 因为以前的飞机它用了很多的结构件 或者是它的这些蒙皮等等 都需要大量的维修 比较会秀实 反而新的飞机 因为它的设计 它所需要的维修量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在于投资 新机种的维修上面是比较慢的 但也看到了未来的三年 因为亚洲 应该说未来的甚至到十年 亚洲都是全球买飞机买最多的一个市场 整个全球航太业发展最快的 亚洲就是其中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因为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们在这一次呢 特别在新机种的投资上面呢 比我们的竞争者快了很多的一步 所以明年呢 我们要开始筹备737-800 MAX系列 跟A320 FAMILY NIO的这个能酬 那为什么要投资这些能酬呢 因为我们很多的客户 特别是连航 他们都购买了非常大量的飞机 那这些飞机他们买进来之后呢 一样他们要找维修厂维修 以前呢可能我们会等到 这一款机型的机体量很大了之后 我们才会投入这个市场 因为那个时候维修的 投资报酬率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既有客户 他们已经开始在买这些飞机了 我们希望他们飞机一买进来之后呢 我们亚航就已经准备好 可以马上提供他们服务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在这个737-800 MAX跟A320 NIO 在这个亚洲市场 应该说这几两款机型呢 都推出没有几年而已 那但是呢 我们就会率先投资 只要客人已经接到飞机 需要维修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可以ready 所以会特别针对空八 还有波音的机种 来做一些维修认证 对 那第二的部分呢 就是EASA的维修认证 跟一个147训练机构的这个投资 那为什么讲到这两个呢 以往很多的航空公司 它都是自己买飞机 那它自己买飞机 自己营运 可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 这个飞机的产业 有大量的租机公司 租认公司进驻 所以现在其实在飞机市场 已经超过50%的飞机 都是由租认公司所持有 世界呢 有两三大的这个维修体系 我们以前呢 是在美国的认证 因为是 曾经是美国 美国拥有的公司 那美国的这个系列 它叫做FAA 就是美国民航局的这个认证 一直以来 我们亚航都是持有FAA 跟台湾民航局的认证 以及亚洲很多其他国家的认证 但是这些租机公司呢 譬如说这个客人 今天它跟这个欧洲的租机公司 它租飞机租了12年 它这个飞机要退租了 那这个退租的这个时候 所需要做的这个检查 就必须符合欧洲 EASA的这个认证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飞机维修完呢 我们必须说 我们的维修场可以符合 欧盟民航局的这个认证 所放飞 那这个飞机呢 才可以飞去给 之后如果它要租在 欧盟的航空公司所使用 所以这个呢 虽然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步 因为基本上很多 在亚洲的维修场 是不会去用EASA的这个认证 好 那可能各位观众 我都听这个特助 在介绍 他们公司的时候 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很多人可能开过汽车 可能把车子送过 汽车维修场过 那你可能坐过飞机 可是你可能没有进过 飞机维修场 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的请到 红特助我帮我们介绍 这个飞机维修产业 MRO 它的一些特色 那我们可以请红特助 帮我们介绍一下 飞机维修产业有什么重点 或是有什么背景 可以请红特助帮我们简介一下吗 好 那这个飞机维修呢 其实有几个大重点 那当然在踏进这个产业之前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认证 跟汽车维修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飞机 因为它这个飞机在天空飞 它任何一点的事物都不可以有 所以这个民航局呢 或者是其他的机构 在管控这个飞机上面 是非常严格的 每一个维修场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要做认证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FAA认证 EASA的认证 台湾民航局的认证等等 那这个认证取得了之后呢 每一个维修场之间的 怎么样去提供一个最好的服务呢 基本上落入了三大要素 第一呢 我们讲的是成本 那因为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它的飞机是要一直飞的 它停下来维修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所以总共的三大要素 第一个就是成本 那第二个呢 是维修时间 航空公司 它这个飞机在天空飞呢 就是把航空公司赚钱 它只要一停下来 它就无法帮航空公司赚钱 所以航空公司去看一个维修场 能不能把飞机修得好 第二件一个很大的重要就是维修时间 那第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品质 品质呢 就是透过我们的维修场 拿到认证的时候 就是品质的第一步 那第二呢 就是你在维修的过程 航空公司会来做集合 会看你在维修的这个流程呢 有没有按照的工法 按照的纪令在做 那维修完了 它也会再作为最后的一次QC 去看看你的这个MRO 你这个维修场修出来的品质等等 所以不同的维修场 飞机维修场在竞争的时候 所看的就是这三个成本 维修时间跟品质 那刚刚宏特著说 因为飞机如果没有在天空飞 如果是停在地上的话 其实对公司来说 是一个非常浪费的事情 所以亚洲航空公司 他们其实最大的任务 就是要让飞机飞上去 所以还要花越少时间 来帮飞机维修是越好的 可以请宏特著解释一下 就是亚航有什么特别的方式 可以来维修飞机的时间 可以让它最少 或是你们有什么其他的竞争 又是别人所没有的 讲到飞机维修时间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因为每次只要你有机会 去跟航空公司讲说 我要来为您提供服务 他一定会最先问你说 那我要给你修这款飞机 你要修多久啊 什么时候可以把飞机还给我 所以在我们公司里面 针对维修时间的简短这件事情 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因为我们跟其他的航空公司 所附带的维修场不一样 有些维修场它是航空公司开的 那我们因为是一个独立维修场 所以我们在很多方面 是比较有弹性的 所以今天如果一个客人 他来找我们维修的时候 我们都是依据他的需求 去想办法减到最短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也是24小时都一直在维修的 我们没有去分一班两班三班 就是只要客人 他所要提出的需求 那我们就会去满足他 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的时间上 所诞生的优势 飞机维修产业 这个产业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 竞争者其实并不多 然后会使用这个服务的 其实它的用户也非常的特定 所以我相信亚航这么多年的历史 你们应该非常了解竞争者 也非常了解你们客户 所以我们在意的是 既然你手上都是 计额客户比较多 你们用什么样的行销方式 去跟旧客户去维持关系 还有什么样的行销方式 可以去推展新的客户 在传统方面 像我们这样的维修场 在拓展客户的时候 其实很雾勉的是要去拜访航空公司 在民航机维修上面 亚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台湾的客户 因为比较大的 譬如说长龙航空 华航 他们都有自己的维修场 所以我们的客户 其实是散落在 俄罗斯 日本 韩国 甚至到泰国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等等的 甚至到澳洲 都有我们的客户 所以一个很基本的 就是我们在旧客户的维护上面 就是要去 一一的拜访这些客户 在维修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提出他没有想到的 譬如说他今天单纯的只是来维修 但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说 你这边可能这样做会比较 维修会比较好 甚至有这些东西 其实他原本没有发现的 我们要提供一个很 全面化的服务 让客户觉得说 你们真的是 把我们的飞机很重视 他们未来回流的这个机会就很高 刚刚我们也有提到 就是如何开拓新客户的部分 新客户的部分 以前在我们公司还没有去 大量的推展民航维修的这块业务之前 其实靠的很多是口碑行销 就是客户会跟我们介绍 新的客户 但这样的速度毕竟是比较慢 所以从今年开始 亚航就开始去大量的参加不同的研讨会 这些研讨会散落在世界各地 每办一次这种研讨会 就是各个航空公司的业务 或各个维修厂的业务 或者是航空公司里面的员工 就可以到这些研讨会里面做Networking 做交流 然后甚至讨论销售等等的行为 这是一个目前我们开始投入比较多的部分 因为亚洲航空公司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几年 就是很多现代化技术不断地在推进 所以其实保守的飞机维修产业 其实面临很多现代化的转型的压力 因为宏特庄本身的背景 是跟数位行销有关的 简单地介绍一下 就是航太产业面临到什么一些 现代化的压力 然后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做企业的转型 航太产业可能大家的心中 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产业 从事着非常先进的科技等等 其实航太业所谓英文是 Technology Adoption 就是去使用新的科技 其实是比大家的想像还要慢一点点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飞机它毕竟是在天空飞 所以每次有一个新的科技 要被使用在飞机上的时候 都要经过长期 非常严谨的一个测试 然后都确认没问题的时候 它才会把这个东西放在飞机上 所以其实例如说大数据 感应器 及时分析 数据收集 这些等等的 在其他的产业可能都已经 五年到十年以上的历史 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在航空产业 这个其实是这几年 它才慢慢的开始的 所以航太产业它其实没有 大家心中想的这么的有数位的科技在里面 所以也造成了其实 航太业它在数位化 以及数位行销上面 都不会有大家想像中的走得这么前面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想说既然这块市场 还是没有被挖掘的 所以也在今年我们也决定开始投入数位行销 数位行销我们目前也是先做了几个不同的测试 以及投资 譬如说我们有在我们的一个吊挂系统上面做了关键制行销 所以如果有客户不管在全球什么地方去打入这个关键制 这个网站就会跳出来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information 这个算是我们走的第一步 这个目前回应还不错 所以董事长就决定要继续的这上面深耕 所以近期我们就有跟亚马逊结合 刚刚他说的那个吊挂系统 他们就上了那个数位行销加了关键字的搜寻 这个关键字的搜寻 他一年一个月大概会有一两次的搜寻的记录 或者是询问 其实这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的吊挂系统每个都好几百万台币 所以基本上以前可能是要一对一的客户拜访 但是他们现在加了SEO数位的关键字搜寻以后 他们就每个月会有至少好几笔几百万的订单进来 所以这基本上是他们透过数位行销 也要帮助他们营收 销售量增加很多 所以再来亚洲航空就跟亚马逊来结合 刚刚宏特主有讲到 跟亚马逊来结合 可能大家听起来不太知道这什么意思 亚马逊其实是美国最大电商的平台 在上面有几亿个商品 这个几亿个商品它有一个特点 因为这次亚马逊跟亚洲航空合作 基本上是一个行销商的创举 因为一般飞机维修产业 不会上电商平台去贩售它的服务这件事情 可是亚马逊它基本上 它的平台上只会贩售产品 它不会贩售这种维修的服务 所以基本上亚马逊和亚洲航空这次的合作 在行销的产业这个业界 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所以可以请特助来解释一下 就是你们目前大概合作的方式是什么 还有怎么样去突破 过去大家没有想到就是 你可以在亚马逊上来买飞机的维修服务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可以请特助来帮我们解释更多 你们这个新的业务的范围吗 亚马逊它以前是着重在 customer to customer 或者是business to customer 的这一块的销售 那最近呢 亚马逊它也开始推出了 企业对企业的这个销售管道 那我们公司知道了这个讯息了之后呢 我们也有跟亚马逊联络 那最近呢我们就登上了亚马逊的这个平台 把我们公司的销售 以及维修的部分 以及航财的料件的部分呢 在亚马逊上架 那因为这个在我们业界呢 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事情 以前可能就是几个航台界里面 自己专用的网站 然后上面大家会在上面上架产品 那你去找呢也是从这几个网站上面先开始搜寻 那因为亚马逊它是一个 应该是业界赚最龙头的这个网站了 那我们想说 会不会有很多的公司呢 他可能不会上这些网站上找 他会不会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寻 会不会他直接在亚马逊上面搜寻 那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契机 所以我们就在亚马逊上面上架了 先从迷航机的维修服务开始 然后一些直升机的吊挂的 航财买卖 我们把它在这上面上架 但是我们公司觉得这是一个 成功踏出数位行销的第二步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访问到 亚洲航空的董事长特助 红特助 他其实都会帮我们介绍 就是亚洲航空虽然它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专业的飞机维修公司 可是他们在近几年 其实有采用很多的新的数位行销的方式 比如说用关键字搜寻 替他们带来非常多的订单和销售量 同时他们最近也跟亚马逊合作 也是非常地突破式的 就是在电商平台上去贩售 飞机维修的服务 所以其实他们是帮大家去介绍 就是最新的数位行销 怎么样替这个公司带来转型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红特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访谈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行销在台湾 我是小桃老师 蔡卉婷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